请不吝点赞 订阅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先来回顾2017年针对猫山王测序结果的发现 每张小图中斜对角线的左右两边代表的是基因表达的强弱 在斜线的左边代表物种在这个基因家族里的表现是上调的 表示更加明显 在基因斜线的右边代表这个基因家族的表现比较差 最上面的那组图是榴莲果肉分别跟它的根 精 叶 在五基因家族上的表现水平 这五个基因家族从左边到右边分别是硫的代谢 厚鼠表现 风味表现 荷尔蒙表现跟其他 我们可以看到榴莲果肉在这五大基因家族的表现都是属于上调的情况 中间的那组图是榴莲分别跟香蕉 芒果 牛油果 番茄跟蓝莓基因 在这五大基因家族里面的表现比较 我们可以发现 榴莲不管在后熟或者是在硫化物的代谢相关基因的表现 都是比这五个水果来得更加的明显 最下方是猫山王跟金枕头 彭曼尼这两个榴莲的比较 猫山王在硫化物代谢 后熟 风味 荷尔蒙相关基因的表现 都比金枕头和彭曼尼来得抢眼 回到今天的报告 这篇报告里面做了彭曼尼 金枕头 金钮扣 还有猫山王这四个品种的测序 并和其他同属锦魁目的作物进行清源度的比较 猫山王相对于其他三个榴莲品种来说 是独立开来的 有别于另外三个品种 和榴莲最靠近的清源关系作物是棉花 下面左图是这几个作物基因关联度的文式图 问Diagram 说明榴莲跟棉花接近 使它们之间存在相同基因的数量也比较多 右边图是猫山王 金枕头 彭曼尼 金钮扣 这几个品种之间的差异度 金枕头 金钮扣跟彭曼尼 在清源度上相对还是比较接近的 而猫山王跟它们距离比较远 这里我们也了解一个观念 就是拓展基因跟收缩基因家族 所谓的拓展基因就是榴莲从祖先进化的过程中 有基因是经过拓展开来 拓展的原因包括要适应外界的环境 而去产生基因的拓展 收缩基因的意义就很好了解 就是作物在这个环境中不需要去适应特殊情况 所以它们有一些功能就退化了 换句话说就是基因的用尽废退论 蓝色的横条是拓展的基因家族 包括涉及RNA的合成细胞分裂对于外在病虫害的抵抗性 都是在榴莲从祖先演化过程中持续拓展开来的基因家族 收缩的基因家族则包括融质的运输 细胞壁或果胶的形成这方面的功能随着眼镜退化 这边详细的说明是猫山王 金枕头 金钮扣跟彭曼尼这四个品种基因拓展和收缩的情况 从图片看起来猫山王基因家族的拓展是最为显著的 尤其是在病原体的响应跟一些转路因子的基因上 猫山王在高雨量的环境的生存能力更强 更好的抵御病虫害 在环境的适应力也比较好 相对的来说 金钮扣跟金枕头 它们的拓展的基因少 反而是收缩基因家族是比较多的 所以在相对高压的环境中适应性比较差 而彭曼尼刚好是介于这两种之间 透过这样了解拓展跟收缩基因的分析 对育种是很重要的参考依据 这个部分我们来了解另一个基因的观念 存在跟缺失基因的变异性 简单的说就是 有一些基因在品种之间具有共通性 基因的结构和功能也非常相似 但有特定的基因则选择性存在 这也代表说在品种之间存在着 是否需要去适应比较恶劣的环境压力 而选择某些基因的存在或缺失 图片虚线代表的是 金枕头存在的Path变异性比较大 就是它和它们的共通性比较不同 而Path同源性变异指的是 品种之间虽然具有变异 但是各自演化了适应环境 带有同质性差异度的基因 这部分来说 猫山王就表现得比较明显 也就是说 虽然一些基因大家都共有 但是猫山王能独自演化出 更多和大家不一样的 但本质上同源的基因来适应环境 这里我们看品种之间的RNA表现 其实RNA就是DNA的产物 然后蛋白质又是RNA产物 这个图我们直接这样理解 有41.3%的基因 在所有的榴莲品种之间 都是正常表达的 代表它们保守的存在 来维持生物体的基本需求 称为转录证交组 而有58.7% 基因学上称为配件证交组 就是体现品种间个别的差异和特性 最后我们结论 基因组的多样性 可以揭示品种之间的 遗传性相似性和多样性 多样性之间差异 又可以反映出 基因对环境和抗病表现的 适应性差异 有一些基因呢 在拷贝书上面存在显著的差异 尤其是猫山王品种 比起泰国的三个品种 在某些抗病基因 有更高的拷贝数 也就是说 它有更好的抗病性 从研究基因亲缘关系图 我们也了解到 好多基因是经历多次的拓展跟收缩 来在适应环境 因此 未来在育种研究上 是很重要的筛选基础 说到这里 猫山王在传统认知上 可能和研究的结论是相反的 因为猫山王在栽培过程中 遇到的病虫害的问题比较多 由于缺乏一致的比较基准 这个论点还难以定论 但是 很确定的是 营养管理占据的榴莲管理很大的比重 今天的报告就到这 我们下期见